在今天话题面对面 我们邀请到野岛刚 他是谁呢 他是记者 他是作家 他是教授 他是被称为最了解台湾的日本人 他最近出了一本书 叫做《中国的执念》 他今天还送了我一本《中国的执念》 这本书有谈到 在习近平威权体制下的台湾与香港 那么刚上节目之前 还特别教我说野岛刚怎么讲呢 叫做野岛刚 所以我们在今天邀请到野岛刚 谢谢 金山你好 他说我的日语 跟他的台语程度差不多 你可以讲一小段台语吗 大家好 我是野岛刚 你是野岛刚 野岛刚写了非常非常多的书 所以他对台海是非常了解 而且可以说是最了解台湾的日本人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日本人的视角来看台湾 我们先来谈谈 因为现在中东战火点燃 特别是很多人说 全世界四个火药库已经点燃了两个 那台海是另外一个火药库 有没有可能趁着美国疲于奔命的时候 中国出手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因为中国没有理由打台湾 所以美国也要把台海的情况要控制 因为他们开始有一些这样的动作 因为美国有他们的一个原则 同时有三个战场是绝对不可以的 同时有三个战场绝对不行 顶多是一个棒 那这个已经是欧洲有一个 然后中东有一个 然后中东欧洲 还有加上这个台海的话 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是可能下个月有那个美国跟中国的 这个首脑会议 是 那这个时候应该应该要两方都会表现出来 台海稳定 或者是一些台湾问题 就是台湾可能是不太 可能宣布独立 等等 这些手法 两方面都会对出来 表示是台海不会发现战争 我们要好好管理中东跟这个欧洲 对 两个战争 我觉得之前我们开始这个潮流发生 所以台海的情况是 美国不像以前那么的认真来支持台湾 或是退干中国 他们开始要平衡这个 平衡 对对 不过我们要做最好的准备 最好的打算 很多人都担心台湾有事 那台湾有事 日本就有事 这是过去安倍所讲的名言 那台湾有事 真的日本会有事吗 日本会均援台湾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应该 对 这几年在日本非常的红 这个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吗 以前在日本 只有那个右衣 会讲出来这个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不过现在是变成是似乎都 不管是你有什么立场 都会有 都会讲到这个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因为去年是二零二二 年的那个八月份 培洛西来台的时候 就是有中国做一个军营 是 那个时候他们的导弹 打到日本的这个海域里面 所以我们也非常紧张 也意识到台湾有事 有感的变成是日本有事 但这个有一个前提 日本跟美国之间 有一个安保条约 安保条约 对 还有日本有河平宪法 所以只有台湾发生一个问题 台湾跟中国打仗 我们没有办法介入 自卫队没有办法来台湾 台湾如果跟中国打仗 自卫队不能介入 不能介入 因为我们有河平宪法 宪法禁止我们 直接介入海外的一个战争 不过就是我刚刚说 美日安保同盟 那这个时候美国 万一被中共打 美国方面要防击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支援 甚至是可以一起打仗 因为美国跟日本 所以严格来说是美国有事 日本就会介入 对就是安倍的修法是 其实在台湾的理解是 不够正确的 就是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就是美日安保有事 这三个条件是 应该同步发现 这才是日本有事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所以还是美日的 这个同盟关系 是一个关键的角色 好 简单来说就是 台湾如果打仗 那美国如果卷入 那日本就会 协同美国作战 那时候才会积极介入 那很多人说 如果会卷入的话 那么最最关键的 应该是冲绳 因为冲绳有个家首纳基地 那个基地事上有两个 三千七百米的跑道 而且那个基地 重兵布阵 对 就是那个 它距离台湾也很近 对不对 它只要二十分钟就可以 飞到台湾 对 而且他们把这个 东亚地区的最好的 战斗机多放在那边了 所以是万一台海战争发生的时候 那个冲织基地是一定会扮演 关键角色 那么就是中共也是会 有感的就是美国跟中国 开始打仗的话 一定会攻击这个 加首纳基地 加首纳基地 因为这个最关键的一个基地 我觉得这是这个最坏的 这个脚本 这是最坏的脚本 但是我们会想到这个问题 是会 就是感觉很紧张 因为中国 中国跟美国 是全面冲突 那就日本一定会被卷入 因为美国的东亚的这个军力 主要大部分都是放在中险 那这个中险的距离 离台湾大家都知道很近 是 那这个由那国岛 由台湾 华莲 只有一百一十公里 很近 很近 所以其实台湾 日本由事 日本由事 这个说法是怎么说 我们从这个地理的 地理 例子来看就知道 我们是太近 太靠近 对对对 所以是台湾 因为这样间的那个可能 其实有很多远了 在哪里有这个有战斗 我们都很难有差 就是但是只有这个 一百一十公里的那个距离 代表是台湾由事 有感的就变成日本由事 有这样的地理条件 就是我们之间 因为我看到你 这本书里头特别谈到了习近平强权体制下的台湾及香港 所以我想问的是 因为你从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观察两岸 在习近平主政之下的中国跟过去有什么不同 其实习近平先生我们对他的了解是 就是我们已经观察他十年 就是他做总书记十年 就是慢慢地发现到他跟过去的中国的领导很不一样 就是他例如说他对这个两岸问题的态度 以前的这个 以前的这个 邓小平还有胡锦涛 或是江泽民 他们口头上修台湾 他们要统一台湾 他们不放弃 使用武力的 但是这是口头上修的 他们实际上是很重视国内经济 然后他们想要用经济或者是一些交流的方式来 这个就是获得台湾人的支持 想要实现统一 所以是台湾人都没有那么怕 是 中国真的会打 但是我觉得发现最近台湾人真的是有些人怕 真的中国会打 因为习近平先生的个性 他的想法是不像以前那些中国领导那种 就是口头上修要打 但是不打的那种 所以习近平比较硬派 他说他就打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预测 所以是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会害怕 当然不只是台湾的民众 美国 欧洲 世界都开始害怕 所以台湾问题变成是世界的问题 这三年 四年 我们这个国际什么会议 或者是一些G7或者G20 都提到这个台海稳定 安全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中国习近平先生真的会打 有可能了 所以是这次因为习近平先生的个性 是我们慢慢了解到的时候 就是台湾问题变成是世界的问题 台湾的危机变成是世界的危机 我们要看这个问题 真的是要看得很认真 就要关心这个台湾问题 好 不过也岛刚先生呢 不只是最了解台湾的日本人 也是非常爱台湾的日本人 因为据说如果台海一旦发生战争 你说你一定会冲到第一线去 你家里东西都准备好了 三个小时马上就可以出发了 对 对 因为 对 就是我本身是暂地技巧 是 而且我也蛮有经验 那我一辈子都关心台湾问题 那万一 真的是万一 当然不会 希望不要发现 万一 一定会冲到第一线去 但是万一发现的话 我就放弃所有在日本的 什么大学的工作 其他工作 要可以放弃 就是第一个时间要来台湾 对jud emple储以下 表演什么不后 他们还没关系 我